大家好 本期节目我为台湾的现任政府点个赞 因为这两天出了一个消息 张天工看了以后呢 也是有一些感触的 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评论一下 就是国民党说了几十年的光伏大陆 可能会成为历史 我觉得台湾这些政府 它是个比较务实的政府 国民党说那个光伏大陆 是不是跟共产党说的那解放台湾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样子 都是一种异想天堪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在那一营 对不对 那你凭台湾现在的能力 能不能去光伏大陆 那么国民党不但不承认这个现实 还把那个一百多年前的 那个中国地图挂当的 什么意思 实际国民党那种做法 也是在刺激大陆 我觉得就百姓的扶植而言 现在的这一届政府呢 更加务实 你不要讲那虚的东西 你就把自由民主法制弄好 那该到统一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统一的 你就把台湾建设成华人 在世界上成立了一个 自由民主与标杆的国家 那么我相信 它自然就会有吸引力 天下大势嘛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嘛 那这个大陆跟台湾 这分开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嘛 急什么的 当你这个台湾好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大陆烂到一定的时候 那么它自然就会去变化 那么像台湾以前那种口号 我觉得是毫无疑忌 你不但不能光复 而且是出卖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你要按着你那个一中个表 那个面子 你再不停的去舔中共 你反而是出卖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那么这个事情呢 具体是啥呢 就是台湾民进党的立委 蔡易渝提出了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草案 他建议这个草案中呀 删去国家统一字眼 修改为印国家发展 那么这个法案 一读应该是通过了 现在这个法案呢 为什么引起了这个比较大的关注呢 刚好他这个法案通过的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跟那个520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就职典礼 时间比较重合 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台独呢 就是放弃了以前中华民国 那种大一统的思想 我只是做得更务实了 那你这个更务实 是不是让别人理解 就是一种台独呢 他不光是去出了国家统一的这个表述 这个两岸关系条例 可能一些大陆的人也不太清楚 他等于是 现在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一条规定的是 国家统一前 为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 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网栏 并处理衍生之法律事件 特制定本条例 他以前的这个第一条 是这样表述的 蔡一鱼提出的这个修正草案呢 实际上这个第一条的国家统一前字眼 改为应进国家发展 就是应应国家发展 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 他等于说 把这个国家统一前改成了国家发展 就不提统一了 而且他把国家的领域啊 就是这个领土 他也做了修改 他改为呢 国家管辖领域 紧急于台澎金马 与其复数的岛屿 他这个就讲得很明显了 就是现在台湾的有效控制区 他并不是像以前那种表述 台澎金马 及大陆沦陷区 那么他现在就再不提大陆沦陷区了 那你这个大陆沦陷区 那就是你中共的 那事实上也是别人中共的 你不可能再对那块地方 实行有效的管辖了 那么我觉得 现在这些政府做的这个更加务实 那么我们就紧着现在台湾的2300万人口 及我们台湾有效的管辖区域 然后我们来谋求一个人民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比那些狂妄的虚无的那些政治口号管用的多 在现代这个社会 你无论是统治多大的国家 你最终需要你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是关键 你反观这个中共 你管了那么大的区域 管了14亿的人 把这些人当奴隶一样在管理 那么这些老百姓谈什么福祉可言的 这种愚弄百姓的统治 他国家再大有啥意义呢 我觉得像台湾这种做法更加务实 说到这我们再说一下香港问题 那香港本来是东方之珠 人家过得好好的 那你中共非要把香港拉到你的意识形态之下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香港不但没有繁荣 而且是香港人民还产生了更大的疾怨 人家这个地方的人 在那种制度下已经生活了成百年了 而且过得很好 那么你为什么要打这一种虚无的 一种以政治需求为目的的口号 来强行来管理别人这个地方呢 你并没有给别人带来福祉 这个呀也是大陆人啊 从中共49年建政以来 一直这样强行洗脑 强行洗脑 实际大陆现在的这些人 脑子是非常非常愚昧的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 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状态 所以那个脑子里头 还装着毛泽东时代那套东西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收服香港 还是那些东西 而且明显是气软怕硬 那你咋不像俄罗斯说 你俄罗斯把那些土地给我呢 对不对 你把那个海三维给我换过来啊 那个当时也是租齐一百年啊 跟香港是一样的呀 那你咋不要呢 你为啥敢要香港呢 对不对 那不就是因为你俄叠比你厉害吗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样去走 他自己先做出这种务实的表率 那么国际社会也敢去支持他 也敢去挺他 那你像以前国民党那样 你还把大陆沦陷去 算作你的国土范围 你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去光复大陆 那你让这些国家 怎么支持你去加入联合国 怎么给你一个独立国家地位 你首先自己都没想明白 你的定位是啥 对不对 那么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 你重要的是找准定位 所以这届政府做的这些事 张太公还是挺支持的 最起码他很务实 我台湾就是台鹏金嘛 加上附近的岛屿 我也不扯那个什么大陆沦陷去了 对不对 然后我也再不提什么国家统一了 那我这就是应这个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就OK了 所以我们静观这个局势的变化吧 我倒是希望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 这样的话更利于台湾人民的发展 我是特别反对这些人说去武统台湾 你投人家干啥 好不容易台湾给华人争了一点气 建成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区域 搏弃了中共 以及西方某些人认为 华人不适合搞民主的谣言 你们现在还要去破坏这个东西 有啥道理呢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